大家好,这里是望山茶馆,我是花云界,这一期我们继续来聊聊关于拜红仙这个话题,那上一期我们说了一下拜红仙的一个意图跟一个用处吧,然后这一次我们来聊聊拜红仙的一些禁忌,那走当其中肯定就是首先要去选择一些正统的一些门派派系的 一些狐仙去参拜,比如说是龙虎三千师傅的狐仙堂,但那边的狐仙是属于正统的一个派系的狐仙,据说也挺明艳的,就尽量不要去一些没有名字或者是道听徒书的一些比较偏的一些小妙吧,就所谓的狐仙调,有可能那里拜的其实不是狐仙,也许是一些 也能一些,我们站着一些不是正神的一些情况都会有,这个是对于参拜者都有一些个人的一些反噬的一些情况在,所以不太建议大家去这样子去做过,那第二个就是拜红仙主要还是要一个新成者领 并且要记得还愿,因为还有就是浮仙一般都比较喜欢花,香花,还有就是香水这一类,所以在浮仙的时候可以带上一些 上水板和阿克乃鲜,还有一些味道比较好的香水,这也是不错的 这也是不错的 感谢观看